202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年的不断风险加大。 原本疫情防控后,预期的消费爆发和房地产市场复苏的景象未能如期出现,反而出现微弱短暂的复苏后再次下滑。 在这一年里,官方表态和政策层出不穷,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仍在发酵。 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在2021年达到峰值,但在2022年大幅下挫,2023年继续下滑,全国土地出让金也经历了类似的走势。 这种市场波动引起了全球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切。 2023年底至2024年初,央行迅速加速就市步伐,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手段进行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PSL政策起源于2014年的彭改时期,为支持彭改提供了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截至2023年12月,PSL得到重新启用,各大发展银行境新增3500亿元,显示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应对措施。 根据住建部数据,2016至2020年,中国彭改项目累计新开工超过2300万套,完成投资约7万亿元。 同时,PSL政策在此期间投放了2.59万亿元,撬动倍数在2.5至3倍之间。 这一时期,彭改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之一。 然而,近期深圳和广州相继传来的消息引起了关注。 深圳发布了,关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城中村改造的对象和范围,着力提升城市质量。 广州则在实为堂旧改项目中发放了全市首张房票,这标志着一线城市首次在旧改或城中村改造中推行房票安置政策。 此外,广州规资局负责人表示,为鼓励被征收人选择房票安置,将提供一定的政策性奖励,并允许房票在本项目被征收人间互相转让。 这一系列城中村改造的新政策和实践,引发了对于是否再次重走2014年大规模棚改道路的猜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城中村改造的政策限定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涉及的城市数量有限,但其影响却可能辐射整个房地产市场。 根据国务院7月21日常务会议通过的指导意见,城中村改造的范围将限定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这一限定,旨在集中力量进行城市更新,提高城市质量。 根据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超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特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的城市。 全国范围内,共有7个超大城市和15个特大城市,这意味着本次城中村改造很可能限定在这22个城市。 这一限定将使城中村改造更为有针对性,更有望解决超大城市面临的老旧城区问题。 与此同时,城中村改造的启动伴随着PSL政策的再度启用,引起了市场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回顾历史,2014年以来,以彭改为抓手的去库存运动,曾引发房价上涨和调控政策的连锁反应。 当前,政府再次选择通过城中村改造和PSL政策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市场的走向。 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到,要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三大工程,这表明政府正在通过综合手段来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当然,城中村改造的成功还需得到拆迁户的积极配合。 拆迁户的态度将直接影响整个城中村改造的进程。 如果有人坚决不要房票,坚决不够房,这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能仍然是一道难题。 过去十年,浙江省内的一些中等城市和县城曾尝试过城中村改造,但今天这一政策的效果已经减弱。 随着时光的推移,这次以城中村改造和房票形式去库存的政策能否成功稳住楼市尚难以判断。 然而,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次的城中村改造将成为关注焦点,其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当前市场的走向。 这次的去库存举措,再次启动了城中村改造,旨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实践来解决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性。 对于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以及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是否能够实现预期效果,这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关系到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势。 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实施,我们将持续关注城中村改造的进展,以及其对房地产市场和经济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